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记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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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你要不要找到爸爸的话去做 很好 你不听爸爸的话又对妈妈没礼貌 那我也不必再鼓起你了 你现在马上给我滚 那我说什么嘛 我们全行外国好不容易找到澹澹的 你还要赶他出去 不用嘛 这不听话的小孩谁会喜欢他 你们要赶我走 有人去巴伏的我每天留在他身边 走就走嘛 相信他 你 那山 那山哪 放开他 你让他走 不行啦 登登你再出去的话他会学坏的 我不准你赶他走 你不放开他走的话你就跟他一起走 什么 留我一起赶走 你要是想留下的话你就让他 你就让他走 那山 那山 没想到你那么狠心 登登年纪这么小 你竟然忍心赶他出去 好 登登你等我 我来换把货一起走 喜爱 喜爱 你别吵我 你走啦 他能不能走啦 不要这样子 小孩子你干嘛跟他这样子 不要生气 我们去吃早餐 不要你滚了 你滚了 还好你这一巴掌没有打下去 要不然客气就惨了 喜爱叔叔 我们走 我带你去好地方 走 你个姑姑 赶他 快去哪 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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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我就是故意把单单给气走 看他会不会去找那个坏人 然后我就去跟踪他 好 我现在就去了 好 快来 你们趕快躲起来 快快快 你快把他找我们 我们赶快回去啊 不要耶 他打我们又骂我们 我不要回去 我没有捏到 这个现场 奇怪 怎么这两个一下就不见啊 完了... 这下我可真是自作聪明啊 快点 这就是我说的好地方 这里 湛湛 是谁住在里面啊 待会你就知道了嘛 你怎么敲那么久还没有人来开门呢 莉莉阿姨可能不在啊 莉莉阿姨是谁啊 哎呀 这几天就是她收留我啊 她还教我用咒语保护自己 谁敢打我啊 我就把她变成乌龟 莉莉阿姨 会不会又是精灵世界派来的精灵 不可能是吧 走吧 叶大夫 从现在开始呢 我们不再是夫妻了 至于 你愿不愿意继续当我的好朋友 其实我也不介意 大伟 公归公私归私 你是个人才 如果你愿意留在公司帮我的忙 我是无限的欢迎 我承认我自己是个人才 从前为了追求你 我在你公司到你的部下 现在我们离婚了 我想我继续待在公司也没什么意思 这是我的持职信 既然信不在这里 有了人也没意思 准备到哪里高就啊 哦 我准备自己搞个公司当老板 嗯 合伙人我也找到了 哦 跟血搭档 你不认识了 不过将来有机会 我会介绍给你认识的 啊 一样嘛 那我先告辞了 再见 是你 送你的 谢谢 请坐 好 谢谢 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啊 哦 是这样子 我今天刚刚跟我太太 带好了离婚手续 哦 是吗 哎 你不是跟我说 在我追你之前 必须先解决我自己的婚姻问题吗 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 你干嘛那么认真呢 啊 莉莉啊 只要你知道我对你真的很认真就行了 认真并不代表一定能够追求到我啊 那至少我可以试试看吧 万一你追求不到我 那边又离了婚 到头来两边落空 那都划不来啊 不会的 我对我自己很有信心 信心归信心啊 在这世上有信心 并不表示一定能成功 莉莉 我可以请你出去喝杯咖啡吗 为什么 你不要以为自己长得英俊潇傻 就可以对女孩子无往不利了 莉莉 你误会我的意思 我请你出去喝咖啡 不是要跟你谈情说爱啊 哦 那你要谈什么 我要跟你谈生意 谈生意 从中学的风景 高华南路交口的麦当劳速食店 进行炸弹拆除时 炸弹立刻爆炸 当场将进行拆除的队员杨记章 打的昏迷不醒双碗奇蹿 天啊 叔叔 你把什麼東西帶來啦 你什麼不帶 帶茶葉幹嘛 這不是茶葉啦 我把我的牙刷 牙膏 毛巾 還有肥皂 衛生紙都擺在裡面 那最重要的東西我們要帶 有啊 不是遊樂器啦 那妳要什麼 我們現在最需要的是錢 這麼重要的東西 你居然沒帶 不是沒帶啦 我根本就沒得帶 那你快想辦法弄點錢來 我快餓扁了耶 我快餓扁了耶 這裡還有二十塊 我去看看能買什麼好不好 快去 快去 快去啦 小姐 他們怎麼那麼怕我 先生 你需要什麼 我只有二十塊 不知道能吃什麼 你要吃什麼都可以 真的喔 對 那我就不客氣了 小姐 你幹什麼 跟我玩粥米場 我年紀沒那麼小 起來 起來 我可不可以點東西啊 可以可以啊 你要吃什麼 怎麼都點啊 好 我要漢堡 薯條 可樂 我都要兩份了 你等一下 我就給你準備好 夏叔叔 快點來啦 我快二十了啦 怎麼客人都跑光了 沒有 二十塊錢 現在還能買那麼多東西耶 沒有 他們根本沒有跟我收錢耶 可能是他們週年紀念 舉辦什麼免費試吃的活動 我們一起爭埃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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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免費試吃 怎麼客人都跑光了 我也覺得奇怪啊 東西這麼好吃 店員服務態度又好 怎麼客人會跑光了呢 管他的 我們趕快吃 吃完再去拿 趕快吃 吃完再去拿 吃完喔 我再去拿 說不定可以打包一大包帶走 好人 夏叔叔 你怎麼了 肚子好像不太尊重 你慢慢吃 我去上個廁所 你上廁所在看夜館幹嘛 衛生紙袋裡面啊 廁所裡面就有嘛 那種用拉的我不習慣了 是你們爸一起嗎 是啊 人呢 這次所以 走 原來是水管漏水喔 不知道 警察先生啊 上廁所就上廁所嘛 我們都是男生 那麼緊張幹什麼呢 少說算 出來就出來吧 那麼大聲幹什麼 那警察是人民的保母 服務態度本來就要好才對啊 不 為什麼 這個差異罐是我的 我當然要帶走了喔 我打 警察先生你們幹什麼 腹地挺身喔 我們來比賽喔 不是要比賽嗎 你們怎麼不做 幹什麼 幹什麼 不是要比賽嗎 輕一點 輕一點 警官你有什麼感想 上廁所有什麼感想 洗出來要送我喔 少了手 我拿呢 同檔 有啊 在那邊 把他帶走 帶走 帶帶快跑 帶帶 快走 你們快走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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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西漢跟蛋蛋 會跑到哪裡去呢 她們兩個身上都沒錢 我真擔心他們餓肚子 也好啦 身上沒錢 搞不好很快就回回來 快山水晶 不得了啦 你們看今天晚報 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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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水晶炸彈嫌犯落網 誒 這不是西漢嗎 可是那嫌犯不是已經抓到嗎 叫什麼西捷的 對啊 怎麼變成西漢呢 警方就是懷疑 這個西漢跟西捷是不是同黨啊 怎麼會呢 一個叫西捷 一個叫西漢 他們的名字好像蠻有關聯的 西漢是不是因為身上沒錢 所以才 西漢他怎麼懂得去做這個水晶炸彈啊 電話 喂 警察局 查李德山啊 你等一下喔 喂 對 我是李德山 什麼 查明那是誤會啊 好好好 好好好 我馬上來接他們 謝謝你啊 謝謝你 謝謝警察先生 他們怎麼說 警察局說 他們查明這是一場誤會 他們說以這個西漢跟淡淡的這種智商 根本不可能去做這種勒索恐嚇的事情 又在喉 警察局怎麼會 對 我現在要去接他們的錢 我跟妳一起去 走走走 你們怎麼會鬧出這麼大的笑話呢 我怎麼知道吃東西不能帶茶葉罐進去啊 誰叫你不看報紙 看什麼報 好了啦 莉莉阿姨 你不要再跟他說了 要不然會氣死你自己的 我不會生氣 我會頭痛 謝謝你的便當 我跟淡淡要走了 你們要去哪裡 回家 回家 淡淡 你想回家嗎 我才不要回家了 不行啦 警察已經打電話叫你爸去接我們 如果我們不回去他會擔心耶 我才不管他耶 還是淡淡可愛 知道莉莉阿姨一個人在家很寂寞 所以願意留下來陪我 我還不知道你是誰 淡淡 你告訴他我是什麼人 好人 好人 你坦白告訴我 你是不是精靈世界來的 你早晚會知道我是從哪裡來的 不曉得是誰 把淡淡跟西漢給接走了 我也想知道啊 會不會是上次送流淡淡那個壞人啊 到底什麼人 居然這麼神通廣大 可以把他們兩個給接走 這個人不但神通廣大 好像對我們家還蠻了解的啊 你們倆不要一說一恐怖好不好 現在重點是 趕快潮出這個西漢跟淡淡的下落啊 樂山 不曉得為什麼 我這一次 比上次淡淡失蹤的時候 我更緊張更擔心耶 崔姐 你放心啊 不管怎麼樣 淡淡這次 還有西漢在陪著她嗎 問題是西漢能照顧了淡淡嗎 要是淡淡跟西漢 能夠像上次一樣平安回來就好了 西漢 你怎麼還不睡覺啊 我還沒搞清楚你是誰之前啊 我才不敢睡 你真的對我那麼感興趣嗎 你老實告訴我 到底是不是精靈世界派你來的 什麼精靈世界嘛 你少假先了啦 就憑你叫淡淡那句 money money home的咒語啊 我就肯定你是精靈 對 我是精靈世界來的精靈 誰派你來的 沒有誰能派我來 我自己來的 少來的啦 好那你告訴我 現在精靈王是誰 水晶啊 水晶現在跟李樂山已經在人世間結婚生子了嘛 他是精靈王指派的下一任精靈王嘛 那水晶不在的時候誰帶李精靈王呢 是我 你 你是誰啊 我就是莉莉啊 莉莉 在什麼 奇怪我以前在精靈世界怎麼都沒看過你呢 宇宙的精靈何止千萬 你又認識幾個 那你這次來是什麼目的呢 你真的想知道 廢話 我不想知道 我問你幹嘛 說啊 好啊 那我就坦白地告訴你了 我這次下來 是要殺水晶的 我 什麼 你...你要殺水晶 喂... 喂... 青椒 多吃香蕉有助身體健康啊 你... 哈哈... 哈哈... 你要殺水晶我都不會那麼緊張 可是你要殺水晶喔 你別做夢 你為什麼那麼在意水晶啊 幾乎精靈世界的精靈都知道 我是最喜歡水晶的 那... 你得到了水晶嗎 哼... 愛不一定要戰友啊 雖然她現在跟李樂山結婚了 但是... 我可以天天看得到她 我心裡愛她就好啦 好... 嘻哈啊 你好偉大喔 死有青與紅毛 重與泰山 你懂嗎 這句話誰教你的 菲菲 菲菲是誰 我二師姐啊 也是精靈世界來的 你二師姐流離是不是 她什麼時候改名字叫菲菲啦 嘿... 這個你就可以不用知道了 你只要知道我 水晶還有二師姐 都是精靈世界來的 你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精靈 鬥不過我們三個的 沒錯 你們都是精靈 可是你們現在不是凡人之身嗎 怎麼有法力鬥得過我呢 好... 那你告訴我 你為什麼一定要殺水晶 因為我現在只是 站在她的職務而已 殺了她 我才能讀讀定定 能當精靈王啊 好... 那你為什麼要把這個秘密告訴我呢 因為我需要你幫我殺水晶啊 我幫你殺水晶 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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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 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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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就會像凡人一樣不再是金銀了 到時候 你和他就可以永遠地活在這世上了 那里樂山怎麼辦 我既然答應你得到水晶 我自然會解決里樂山了 不行,我不能那麼做 別急著答覆我 明天再給我答案也不遲 別忘了 好,你知道那麼多 到頭來,你要是不願意幫我 那我只好殺你滅口 站住 七早八早,你們要去哪裡啊 我們看不起你 你們兩個吃錯覺了 你才有毛病的 我,我有什麼毛病啊 你們幹嘛瞧不起我 因為你在外面有了爺女人 就不要自己的老婆 我們會看得起你啊,才怪 對 原來你們現在是胳膊肘的往外玩啊 我們不是吃裡爬外 你是我們的老哥 如果你對的話 我們當然站在你的地上講話 對,可是現在所有的問題錯都在於你 所以不怪你怪誰啊 我不是給你們解釋過 我說得很清楚嗎 寧靜心裡對樂山老師念念不忘 我這樣才跟她繼續生活下去 有什麼意思嗎 可是哥,你別忘了 樂山本來就是一個好男人 難怪大嫂對著 等一下啊 她現在已經不是你們大嫂了 叫她寧靜,好嗎 好,你叫寧靜怎麼可以隨便把一個好男人 她馬上就忘記了對不對 還馬上 一年多了 我跟寧靜結婚一年多了 還馬上了 很長啊 好了好了,老哥 我不跟你接這個 你是不是因為在外面令結新歡 所以啊 回來隨便找個借口箱把寧靜給甩掉啊 你們不要胡說八道好不好 我認識這個女人 是在我跟寧靜婚姻亮起紅燈之後 所以嚴格講起來呢 我今天跟寧靜離婚 並不是因為第三者的原因,OK 照你的意思說 你們是剛認識的哦 那她是什麼樣的女人呢 她啊 她長得不能算很漂亮 不過很秀氣 個兒呢不算很高,剛剛好 至於長期啊是屬於這種 稚氣未脫,成熟未蟲之心的那種女人 所以說起來應該算屬於這種 具有少女的氣質 又有女人的味道 老哥,老哥,你剛說了半天 是不是說我們兩個 對,老哥 剛才你的描述好像在講我們兩個耶 去馬上呢 其實又有女人味耶 對呀 對,對,對 只可惜啊 你們兩個到現在還不能吸引到異性 寶貝,妹妹 知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你們兩個都是笨女人 這些男人啊 不但喜歡漂亮的女人 還喜歡聰明的女人 像你們這麼笨 智商這麼低 怎麼會有男人喜歡呢 有啊 就曾經有人追過我耶 對啊 我 誰啊 喜漢啊 喜漢啊 喜漢 老天爺啊 我跟你們講啊 只有喜漢這種笨男人啊 才會喜歡你們這種笨女人 不跟你們走 十二點 我跟莉莉約好十二點鐘見面 要商談我們之間合作的大忌 拜拜 拜拜 莉莉小姐 姐,反正我們沒事嘛 現在我們就跟蹤老哥 我倒要看一看 她身旁那個小姐 到底長什麼個德性 好嗎 你不是說要拿什麼合作計畫書給我看的嗎 計畫書啊 這計畫書我還沒做好呢 是嗎 那你的工作效率也未免太低了吧 還是 你是最擁之意不再久 你根本不是想跟我合作做生意 而是隨便找個藉口 想跟我約會吧 對 你真是個聰明的女孩子 一語就倒破我的心思 其實我跟你合不合作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想跟你約會 說我聰明 不如說我善解人意比較恰當啊 對 很奇怪 像你這麼年輕的女孩子 怎麼會那麼善解人意啊 因為我根本不是活在這世上的人 你真會跟我開玩笑 難不成從外台空來的外星人哪 還是什麼精靈 她根本不是什麼精靈 是個小狐狸精 對 怎麼樣 你們倆來這邊幹嘛 秀秀秀秀 你能來我們就不能來啊 不呀 這兩位小姐是 我跟您介紹一下 她們兩個呢是我的 我是她的大老婆 我叫晨晨 不是 我她的小老婆叫秀秀 什麼 我說什麼 莉莉 你聽我解釋 其實她們兩個呢 是我的這個 她們兩個是誰 跟你有什麼關係 你沒有必要跟我解釋啊 我也沒有興趣想知道 你們兩個夫妻 不對 應該說 你們三夫妻慢慢聊 我走了 走 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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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 好可愛 她是我妹妹啊 叫了讓我走才叫 就是你 你們兩個幹嗎這個樣子 挺簡單啊 我們是替明鏡打爆不平 老哥 我真搞不懂 這個小狐狸精 到底哪一點別的 像明鏡大嫂啊 對啊 我剛剛跟你們解釋 莫名其妙 炸你們的夫 喂 對不起 我真搞不懂 剛剛那個女人 怎麼可以跟大嫂比啊 幹嘛大哥不要大嫂啊 我看啊 這個大嫂是男人烈根性 喜心厭舊 好 姐姐 走走走走 走 你這樣把我帶來 不怕你老婆回來看到 明鏡已經不住在這個地方了 而且她跟我不是夫妻了 她有權利去找她的舊愛 當然我有權利 對我的新歡咯 你說話莊重點 我哪是你的什麼新歡 你也少一廂情願 對對對 說你是我的新歡 的確是言之過子 不過莉莉 我對你有信心 天下的女人 不一定都那麼好拐咯 這個人家 越難拐的女人啊 我王大爺越有興趣去追 為什麼 不知道 還不可見 只要她越容易上手 她越不珍惜 越難上手 她就越去珍惜 越愛她 懂嗎 是嗎 據我所知 你當初好像也是千方百計 好不容易取到靈性 那為什麼這次 你那麼輕易地放棄她 那麼不珍惜她呢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只知道 我第一眼看到妳的時候 我就好像找到魔女一樣 那我是魔女了 妳是不是魔女 我是不知道 莉莉 我是覺得妳很有內力啊 王大偉 妳少甜言蜜語了 我告訴妳 妳這次和林靜離婚 並不表示我會有所感動 也不表示我會投下妳的懷抱 妳要我對妳動情 除非 除非什麼 除非妳能夠證明 妳對我死心踏地的 好啊 怎麼證明呢 我要妳幫我的 妳都盡力做到 那就能證明 妳對我死心踏地的 真簡單沒問題 以後妳說的話 我就把她當為聖紙人 你這個主人怎麼當的 我來了那麼久 連喝了都沒有 對不起 請我 我馬上妳弄個零 好不好 妳對嗎 沒問題啊 小姐 莉莉 莉莉 妳們回來了 妳們快要跟妳們 從我們家出去啊 誰剛從瑞瑞出去啊 把那狐狸精帶回家裡來了 這麼狐狸精狐狸精啊 人有名有姓叫莉莉 莉莉的氣質跟品味 妳們連十分之一都比不過 是嗎 我怎麼不感覺到 她有什麼品味 對啊 為什麼感覺不出 她有什麼氣質呢 那是因為妳們有酸葡萄的心理 認為吃不到葡萄都是酸的 我跟妳講 妳們不懂得心腦莉莉啊 是表示妳們的眼光有問題 我們的眼光沒問題 是妳那個小狐狸精有問題 妳給我閉嘴 還講小狐狸精 我跟妳講 這個莉莉在我心目中 是美得化身 是我的夢中情人 妳誤誤她 老哥 妳還記得這個夢中情人 這四個字有正確解釋嗎 這正確解釋就是說 只能在夢中當情人的 叫夢中當情人 對不對啊 對 我不要給妳抬槓了 我只是告訴妳 這個莉莉我是追定的 而且我志在必得 老哥啊 妳要追誰我們都管不著 可是到目前為止啊 我跟蠢蠢還是那一句話 只有寧靜才配做我們的大嫂 對 好好好 既然妳那麼喜歡寧靜 那麼喜歡跟她住在一起 好 搬到她要去住啊 好 妳以為我們希望跟你住啊 蠢蠢 我們今天收拾東西 馬上搬家 好 妳的都要再咬熱點血 對 哇 脾氣很大 好 要我翻就不要買我回來 對 啊 稀罕 妳老婆真的把妳名牌趕出來了 秀秀純純 妳們何必這麼做呢 大嫂 我跟蠢蠢啊 是越看我老婆越不順眼了 搬出來也好嘛 就是啊 大嫂 妳放心 我們永遠都支持妳 我知道妳們是很疼我的 好 明靜 我想大衛這次感情出軌 完全只是男人貪心的心態 我有預感 妳們兩個一定會言歸於好的 以後的事情 誰知道呢 大嫂 妳應該對妳自己要好信心啊 就是啊 大嫂 我已經看過那個小狐狸精耶 其實她長得也不怎麼樣嘛 對不對 就是嘛 我真搞不清楚啊 我大哥怎麼會對她那麼著迷 妳 樂山 我現在跟我姐已經搬出來了 我可不可以先住在妳這邊啊 行行 謝謝 這個房間好像不夠住耶 這樣好了 我跟樂山搬去古董店住 那這邊的臥室就讓給妳們住好了 那怎麼行呢 要不然這樣子好了 我跟我姐啊 在古董店裡面住 我順便幫她看看妳啊 好不好 對啊 好 蛋蛋啊 妳看我應不應該 幫著妳的莉莉阿姨 去對付水晶啊 妳怎麼想 我是不知道 我現在只知道 莉莉阿姨是我的主人 她吩咐我的話 我都一定要照辦 蛋蛋 她吩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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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考慮得怎麼樣 哼 妳不用跟我說那麼多 妳再怎麼說 我也不會跟妳同流合污的 我不是跟妳說過的嗎 如果妳肯跟我合作 妳就可以得到妳的最愛水晶啊 嘿嘿嘿 就算我得到的水晶 我會失去的更多 包括失去我自己的良心 良心 良心 良心一金值多少錢啊 妳不用說了啦 就算妳嘴巴說破了 我也不會幫妳的啦 看來妳比較喜歡吃罰酒了 妳乾脆把我殺了算了 要我跟妳合作啊 勉勾 怎麼樣 答不答應啊 哼 烏龜是靈祥之物 我寧願變成烏龜 也不願意變成妳的奴隸 我現在才知道什麼叫做 誰怕誰烏龜怕鐵錘 你現在可能答應了吧 哼 怕歸怕 我還是不答應啊 那我就要看妳的脖子有多硬 齊翰 過來 我現在是妳的主人 我交代妳的事 妳都要照著去做 遵命 妳現在把蛋蛋帶走 照我的畫作 十二點以前 一定要把水晶殺了 知道嗎 知道了 知道了 主人 雷神 水晶 我都想過了 再這樣長下去啊 好像大海撈針一樣 希望喝妙芒 我看還是把小姐囊拿出來用吧 走吧 霏霏 你先別急 蛋蛋是個乖小孩 老天爺一定會保佑她的 經理世界的弟兄姐妹 也一定會保佑她的 我去開門 蛋蛋 喜愛 蛋蛋 喜愛 蛋蛋 蛋蛋 你跑哪裏去啦 蛋蛋 看妳這個樣子 來來坐坐坐 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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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了 是不是不舒服 大師 你看喜愛 蛋蛋 你喜愛叔叔怎麼了 我看妳還是帶她到樓上休息一下啊 好 喜愛 走 蛋蛋 蛋 怎麼妳也變成這個樣子呢 喜愛 小心點 喜愛 你先休息一下 吃完晚飯 我還有很多話要問你喔 喜愛 你幹什麼啊 喜愛 你放手啊 你放下我好不好 喜愛 你放手啊 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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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手啊 你放下我好不好 你 FBI 喜愛 你干什麼 干什麼 你放置水 你小便 你放下我 였습니다 你 別客氣 二十九 二十九 你是誰?二十九,他就是那個壞精靈 你是精靈? 琉璃,看到我是你的不幸 二十九,把丹丹叫壞的也是他 他支持我回來殺水晶的也是他 他想把水晶幹掉之後 取代水晶的位置,當精靈王 原來如此,有我在裡休想 就憑你 二十九 你是誰?二十九,他就是那個壞精靈 你是精靈? 琉璃,看到我是你的不幸 二十九,把丹丹叫壞的也是他 支持我回來殺水晶的也是他 他想把水晶幹掉之後 取代水晶的位置,當精靈王 原來如此,有我在裡休想 就憑你 小燕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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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 我還要問你這到底怎麼回事 你怎麼會突然之間暈倒 暈倒 我什麼時候暈倒了 淡淡 你記不記得你前幾天離家出走 你剛剛才回來 什麼 離家出走 我哪有那麼大膽子敢離家出走 怪了 難道之前她真的中邪了 淡淡 你真的不記得你曾經變成了壞孩子 然後你離家之後 又被警察找回來 又不刷牙又不洗臉了 天啊,我哪會那麼髒啊 不得了了啦 我今晚了才趕快出來 快呀,從事了 少女,看一看 自己 自己 快來呀 親愛 菲菲不見了啦 菲菲不見了 對啊 什麼事啊 菲菲不見她這個小警察怎麼會在你手上 我也是剛剛在沙發上撿到她 不會吧 她剛剛明明在你房間 我還想要照顧你呢 什麼 我怎麼好像一下子什麼都忘了呢 徐翰 你不會以晃去 你跟淡淡一樣 曾經離家出走過 我離家出走 沒有 那誰 難道北北已經發現了什麼秘密 所以才會動用這個小警囊的 你是說 菲菲她 二世紀 一定是你知道我們遇上了什麼危險 所以你又犧牲自己來救我們 二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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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淡 你仔細想想看 你們離家出走的時候 見到的那個人是誰 嗯 徐翰 你記不記得 看來二世紀 真的是為我們犧牲了 可惜我們連感情她的機會都沒有 真是令人遺憾 爸爸媽媽 這段時間我真的變得那麼壞嗎 淡淡是我們的女兒 不可能變壞的啦 淡淡 淡淡 你在看什麼啊 沒有我沒看什麼 會覺得有點奇怪 人家門好像自動門呢 自動會打開 那麼晚了來幹嗎 沒有啊 我已經在家裡很無聊 所以 嗯 拿瓶酒 請你陪我喝點酒 想找人喝酒 不應該到我家 應該到酒廊啊 哎呦 我才不要去酒廊呢 花了冤枉錢得都是假笑容 假感情 你來找我 也未必能找到真笑容 真感情啊 那簡單了 陪我喝酒就行了嘛 對不起我受傷了不能喝酒 受傷啊 怎麼回事啊 算了算了沒有什麼 哦 那既然沒有什麼就不要囉嗦咯 陪我喝酒 酒杯呢 我說不能喝就不能喝 誰都不能勉強我 包括你 好嘛好嘛 莉莉 不喝就不喝嘛 幹嘛生不大氣呢 你知不知道 你生氣起來的時候更可愛更漂亮呢 你既然那麼閒的話 就趕快把我們的合作計劃書做出來吧 好嗎 好嗎 好啊 晚安 你要趕快回去 請 那那那我不打搶了 再見 晚安 水晶 水晶 流離護得了你一時 我看再下來誰能保護你 謝謝 謝謝 樂閃 不是我說你 你這人心氣真好 剛麻麻自己的家務事 那你跑到我家來關心我 行了 不客氣 別忘了 我們是好朋友啊 好啦 你不要給我唱高調 其實我知道 你真正關心的人是寧靜 大偉 我跟水晶關心的不只是寧靜 我們還關心你們夫妻倆的關係 自己想想看 一家人原本和和樂樂樂的 為什麼會弄成這個樣子呢 你的意思是說我現在過得很不好 好不好你自己心裏面最清楚 我是覺得你為了外面一個女人 她好不容易經歷那麼多年的婚姻 就像放棄了 華東來的 樂閃 你要搞清楚 我跟你念離婚 並不是因為莉莉的關係 莉莉 誰是莉莉 莉莉就是你們說外面的女人啊 那你離婚不是為了莉莉 那是為了什麼 樂閃 我今天之所以會放棄林靜 是因為我覺得我跟林靜的婚姻生活 已經到同床一幕的地 這樣生活下去沒有意思 大偉 我不能接受你這個藉口 以林靜的個性來講的話 她既然決心要嫁給你的話 那她對我絕對不會有別的想法 我相信你也很清楚 林靜她對我對水晶 都是出自於朋友的關心 還有 還有 我聽邱友淳他們講 說他們見過那個叫什麼莉莉來的 這個條件外型 並不會比林靜好嘛 對啊 其實嚴格講起來 這個莉莉啊 並不屬於這種萬人名 遠近人愛的美女 但是她說我不知道我怎麼搞的 我一看到她我就 我不能自拔啊 哎呀 不知道是我口才不好 還是大偉她已經走口入口了 這麼說 明清跟大偉這段感情 真的是無望了 大偉對這個莉莉 這次好像是真的陷進去 而且陷得很深 莉莉 有機會我倒想看見她是怎麼樣的 沈邊沈海溪高這天 水晶終於要面對邪惡精靈王莉莉了 這一場世紀大對決 馬上要轟轟烈烈的展開來 財神爺到底要以什麼樣的方式 對李樂山婦女報道呢 神奇神奇神奇 我把我的愛交給了你 我把我的愛交給了你 希望你不要嫌它燒 少少的言語 濃濃的情 都在我的眼睛裡 希望你不要嫌它燒 我把我的夢交給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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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不要嫌它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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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